绝真 忘迷 都不要 不要带有强迫性的忍辱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不要觉得 我忍辱了 我难过了 我憋死了 这是克制型的忍辱 如果你真的难过 出去走一走 如果你真的想骂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去骂几句 人家不会说 你神经病的 虽然对你来说 这口气一定要发掉 但最好是 不要有气气 水已经烧开了 没有气也不可能 那只能找个地方 去发掉它 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千条河流 鬼大海啊 不管多么肮脏的水 大海都能接纳你 所以 人要学得聪明点 看见谁都笑哈哈 我就是大海 你骂我 就是肮脏的水 我也笑哈哈的 接纳你 你说我好话 那你是清澈的水 那我也接纳你 永远笑哈哈的 不生气 多好啊 海纳百川啊 你们有些人 现在境界提高了 即便看见 某个很讨厌的人 不想跟他多讲话 也会跑过去 假惺惺的 冲着人家笑笑 实际上 你还是在生气 如果你有修养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 不管他跟你说什么话 你连这种假笑都不要有 对不对啊 随他去吧 无所谓 动意念 那就是没有修好 要修到自己 连这种意识都没有 那才叫纯啊 否则 你说话的声音 稍微变一点 你以为 人家看不出来啊 那就叫鱼 听得懂吗 要开悟 叫悟无所得 迷来悟度 什么意思呢 开悟就是 觉得没有什么 要紧的东西了 我都无德了 我都无所谓了 叫悟无所得 迷惑来了 你用开悟 来把它度化掉 你搞不清楚了 你就想想 开悟 应该是什么样啊 如果你想明白了 就叫开悟 对不对 这样 才能顿断烦恼 顿时就断了 这个烦恼 举个简单例子 在单位里 有忙不完的事情 像师傅 现在也是 办公桌上 全部都是文件 不停地写啊 弄啊 批啊 忙不完的 顿悟是什么样啊 哎 你总归有个时间 要回家吧 你总归有个时间 要走吧 放下吧 把昨天的东西 放在桌子上 等一关 回家了 这就是顿悟 你们做生意的人 一看今天的生意 好得不得了 拼命地做 赚钱 没有时间回家了 顿悟就是 我今天总要回家休息的 我放下了 我就放下了 你们做生意的人 公司里忙不完 店里忙不完 如果总想着 我把这点生意 做完了再回家 你就永远忙不完 如果你放下了 也就放下了 第二天 不是可以照样做吗 顿悟 咬咬牙 没了 在单位里 烦得不得了 公司里的人 跟你搞来搞去的 下班了 你不理睬 门一关 全部走人了 回家看电视 睡觉去 顿悟了 放下了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 要懂得 烦恼是无边无际的 烦恼是没有停止的 如果说哪一天 烦恼可以结束 那我们就索性 累一点也就算了 就像你嫁给了一个老头子一样 他永远在边上跟你烦 就像你娶了一个老太太一样 他不停地在你边上闹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烦恼是无边无际的 会永远这么烦下去 那你说 你为了今天的烦恼去发神经 有什么用呢 因为他明天还会让你烦 那你还不如不烦呢 要做到他烦你不烦 那还有谁会烦呢 师父跟你们讲 正因为烦恼是无边无际的 所以禅学说 要明心 要闻思修 明心是什么 我心里很明白 他讲的再多 不管他讲什么 你都在心里想 他都是为了我好 这叫明心 闻思修是什么 闻 就是你听到人家在讲话了 思 就是你马上去思维考虑 然后再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语言 就是说 你听到的东西 先要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 你再修正 然后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 很多人是没有脑子的 人家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马上都当它是真的 这不就是上了人家的当吗 听到一件事情 首先要思考 思考之后 用修心的方法 来修正你的这个思维 这叫闻思修 明心之后才能见性 也就是说 这个老公天天烦你 让你很心烦 你就在心里想 他是为了什么 你站在他的角度想 哇 原来他是这个目的啊 他也很可怜 我误解他了 你这么一想 你就见到了本性 你不单见到他的本性 你也见到了你自己的本性 那你就不会跟他吵架 对不对 见性后要帮助众生 如果你经常地明白事理 你就可以开始帮助众生 很多人自己明白了 却不肯帮助人家 今天一个徒弟接听电话的时候 嫌别人烦 你们说 这样的人开悟不开悟 你们接听电话 嫌对方烦得不得了 声音像吵架一样 你们说 这个人开悟不开悟 人家打电话来 就是征求我们的意见 就是想来解脱的 你非但没有帮助对方解脱 你还要自己找烦恼 你们说 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没开悟啊 你被对方的杂念 被对方的不开悟影响了 所以你才会生气 才会烦起来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打电话来问问题 人家是病人 你是医生 那医生跟病人去叫喊啊 如果人家是精神病医院的呢 人家精神有问题的人来找你 你医生也跟他一样叫喊 那你不也是精神病人吗 师父告诉你们 打电话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 有没有文化 有没有水平 你是怎么样度人的 要去烦恼才能度众生 要帮助众生 离迷离觉 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 是感觉的觉 要离开迷雾的人 要没有感觉 今天人家打电话来了 在电话里跟你吵了起来 好了 他迷惑 你要离开迷惑 离开他 不要被他的话搅进去 然后 你要离开觉 你不要感觉他很讨厌 你没有这个感觉了 你就不会生气 听得懂吗 要离开觉 就是说 我们做人 连感觉都不要有 人家骂你 你没有感觉 做一件事情 真开心啊 这种感觉 也不要有 我没有感觉 做一件事情 我真难过 不开心 也不要有这个感觉 那你就 离开了凡尘 今天 宠辱不惊 受宠 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受到别人的侮辱 我也是这样 这样的人 才惊得起考验啊 你们做生意 不是这样吗 跑出去 人家看中你的产品了 哎呀 你对我多好啊 你们公司的产品多好啊 人家要买你的东西的时候 人家捧着你 过了一段时间 人家不买你的产品了 你的生意就不做了 要宠辱不惊啊 你们女孩子 谈恋爱的时候 也要宠辱不惊啊 当一个男孩子 要追求你们的时候 把你们捧得 像女皇一样 等到把你们追到手了 就把你们当奴隶一样了 人的生活 正面和反过来一样的 听得懂吗 没有觉 你就会看穿这个世界的 真和假 因为你没有感觉 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是个幻觉 你就不会有妄想出来 没有妄想出来 你就不会着迷了 对不对 很多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们小时候到公园里去玩 看见那个滑滑梯 公园在五点钟关门之前 跑上去滑一下就下来 跑上去又滑下来 拼命地去追寻这种感觉 等到四点五十分 公园快关门了 还拼命赶着跑上去 再滑几下 回到家一看 裤子都破了 腿都红了 想想看 傻不傻 拼命地去追求这种感觉 那是着迷了 想转回来 你转回来了吗 很多人谈恋爱失败的时候 就想把自己给对方用的钱拿回来 感情拿得回来嘛 学佛要学意境 要懂得真正的脱离 就是绝真 忘迷 全部都不能要 那才是真的脱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